大家好,欢迎继续学习SU炒不大事教学视频,我是阿强老师 上一节我们进行讲解了这个圆弧 那么快速是A,能够画弧线 现在我们来演示一下 圆弧的左边另外一个圆弧 它的用途是以角度的方式 出现个两脚器,点击,然后输入长度 假设500,回车,有这么长 好,然后再来走这个角度 假设30度回车 那么就是说刚才从这个位置的位置到这里的半径是500 好,它们所形成的这个扇形的面的角度是30度 我们跟这个扇形的用法可以说差不多 同样的道理,点击长度假设数500 然后走一个30度回车 那么这个弧和这个弧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上边是扇形多了两条边以及这个角度 我们这个角度能够通过把它进行测量出来 好,再看一下 咱们这个地方三点画弧 那么它不怎么常用的 点击长度也输一个角色300 好,走这个圆弧 根据鼠标的位置能够任意方向去走 所以这个300它没有什么一个绝对的意义 因为它既不是半字,也不是纸巾,也不是哪里到哪里的位置 因为它能够任意的去换一些信条 所以这个圆弧不怎么常用 我们就大概了解一下就行了 现在给大家讲更加重要的 咱们的移动还有推拉这些工具 我们换一个旅行R楼 假设500,逗号800 那么这个长方形 给它用P就是推拉工具 点击往上面,鼠标往上面走 假设输400的高 那么这样子一个立方题 如果要给它进行推拉 继续也可以推 那么如果要按下看拳键 表示复制带推拉 它和刚才没有按看拳键的区别 就在于这个中间会多条线 大家请证证看 好,我也出来一个试板,回车 那么就表示咱们这个上下的高度 都是试板一样的 如果把上面的删掉是可以的 宽选它 好,第一层,删掉了 看拳键,日移,放回 那么这就是推拉的意思 它能够朝任意的 朝咱们三个方向去推拉呢 不能说日移角度 OK,我们再来讲一下移动 移动快据是M 如果把这个面移动 就是先点这个面M 因为朝图上是 它的这些面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啊,这样子呢 就能够变形或者说左右的扭曲 好,如果要按Count移动 点上它,按Count来 能够把它复制出来 那么这个面还是在 只是多出来的一个面 那么我们看这个事情返回一下 假设把整个物体宽选 用M,那么它就能够移动 输入相应的长度 假设3000 回车,就是过来了3000 好,再来看一下 另外一种方式 我们按这个空格 表示选择 现在点外面 没有选择任何东西 先按M 我们以这个点来移动 它就变形了 就算是朝 绿轴或者说 朝这个红轴方向 朝绿轴方向去移动 它变形了 这种方式用的不怎么常用 那么一般是先选择物体再移动 而不是先用M去移动 然后再点这个尖点 因为这种扭曲变形的东西 不怎么常见的 好,再来看一下 我们再画一个小矩形 我把它用M 从这边复制 按Count复制再移动 过来一个3000 那么是这么远 如果我输一个5X 表示乘以5那么多 按回车间 那么它就被正列的方式 做出来了5个 它们的间距是一样的 好,再演示一下 把这个M 看却的方式 往红轴方向 输一个2000 假设我打7X 那么它这边就会有7个 间距都是2000 表示从这个卷尺治疗 我们从这里测量到这里 那么就是刚好两千的位置 好,那么刚才这是表示 复制很多 现在我们再演示一下 我画个具形 把它M 看拳过来一个7000 那么我再除以7 那么用7 这个斜干 回车间 这样子就表示它是7个 但是间距太小了 粘到一起去了 我们再演示一下 我画个小的 把它M 看拳 从这里过来一个8000吧 8000 回车 那么我再除以4 用4 斜干 好,按回车间 就表示 等分了 4等分 从这个 地方 到这个地方 然后 4等分 是一样的 那么每等分 就是2000 我们用卷尺 测量一下 从这 到这里 刚好是2000 好,再演示一下 画个圆 半径假设500 直径就是1000了 那么把它M Country 从这里 过去一个5000吧 OK 那么我们假设除以3 按3 斜干 回车 这样子 就是说 从这个圆心 到个圆心 就是5000 除以3 那么应该是 1666的 那个数据 我们用语言词量一下 好 捕捉 这个圆心的位置呢 通过这个 能够捕捉得到 好 中心 那么再到这个地方 的中心 来捕捉一下 好 那么是1667 就是5000 除以3 那么多 好 它有一个 约等于的数号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个下面 有个约等于的数号 表示 约等于166000 其实它应该是 1666.6666 很多个6 好 这就是刚才给大家 所讲的 移动 并且能够 沉和除的方式 好 把它删掉 那么这个旋转 我们来了解一下 坏个矩形 用P 推个高度 假设 把这个整个物件框选 用Q 就是旋转 它能够朝 三个方向 红绿蓝轴 去进行旋转 那么大家看 这边有红色方向 还有蓝色方向的 红色的蓝色的 这个卷尺 两卷尺 两角尺 好 还有咱们的绿色方向 所以啊 我们就得要搞清楚方向 我现在想象它 以这个角度 逆死争状 那么就应该是 以这个红色的方向 点下观点 好 再到这个地方 点下 然后 这样子 输入角度 假设45度回车 就转了45度 好 看起来这些方向 如果说 以这个角度呢 那么就说 是咱们的绿色方向 我们点下这个脚点 然后这个面上 任一个点 点下就行了 好 咱们顺时针的方向 这么旋转 假设说90 回车 就是转了90度 那么这个旋转命令 在我们SU里面 也是比较常用的 大家要么了解 主要是它的方向 好 我们再演示一下 换个 长方体 如果我现在 把它们给 以Q的方式 我从这个 终点的位置 终点的位置 好 点击 那么我们 以这个方向去旋转 它就是 以这个 终点 为 连星 去旋转 旋转的 好 角度 大家可以自己 输入数据 那么如果是 圆 请看 假设 把这个圆 用Q旋转 那么你就 找到这个 中点 中心点 这样子 它旋转 就相当于是 没有转 相当于是 没有转 但是如果你用 这些边上的位置 去旋转 那么它就会是 类似于这种 没有同心的圆 这样子的 感觉像是 在摆动的效果 所以啊 旋转 一定要把这个 圆心的位置 把这个 中心点的位置 给找好 那么 如果是立方体 就也就是 角点就好了 那么这就是 刚才给大家 所讲的 我们的旋转命令 在下几个 会给大家 进行讲解 更多的一些 操作命令 这就给大家 就到此结束 感谢观看